雖然它放不到那麼多東西 但它真的很有趣 你看起來好像小小粒 但它裡面真的是一個黑洞 買了它之後終於明白到 到底為什麼人們這麼喜歡用這本袋 Hello大家好 我是Dora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6個近半年買回來的手袋 而且全部都是很便宜的 1000元以下就有交易 還有一些小眾品牌可以介紹給大家 如果你是不喜歡撞袋的話 就一定要看完它 首先要介紹的是香港本地品牌 RBRK這手袋也是我跟它聯繫的新系列 上次的就是Toe Bag直身 而這次是一個液夏袋 有一個很lady、優雅的粉紅色 一個很有活力、很硬的黃色 但這個黃色不會很難carry 很多衣服都可以配搭 或者秋冬時穿一身黑沉沉的顏色 可以配一個這麼突出的袋子 還有一個是灰黑色 那個就更加日常 而粉紅色這個就是我最經常用的 之前拍片它也有出過鏡子 然後也有很多人問我到底哪裡買的 看來也有燒到大家 而它這個設計就是這樣打開的 然後裡面容量超級大 而且它旁邊也有一個香水或唇膏位 這個這麼貼心的位置是我提出的 裡面還有兩個暗格 一個有拉鍊、一個沒有拉鍊 還有後面這裡也有一個暗格 所以其實它的容量很小 一般日常外帶的東西都可以放進去 就算是帶蘇哥傘或是小時候的水瓶都可以放進去 所以它不是只有一個靈字 它還要是很實用 它這條帶是可以調節少許長度的 你可以遷就自己高度 看看你想要多長的帶 而且它也不算是很大或很硬 加上它本身的手袋重量比較輕 就算它裝得比較多也好 也不會覺得很有負擔 現在就跟大家測試一下它的容量 還有做一個mini版的What's in my bag 給大家看看我到底平時外出會帶些什麼 好像現在下雨的天氣我就要帶一把縮骨傘 然後這把傘比較長 所以它放進去其實是剛剛好 如果夏天熱的話會帶一把風扇 唇膏就放在唇膏位 潤唇膏 卡住 尿袋 這個尿袋超好用 它充電很快 而且你不要看它小小的 它充到很多部電話 而且它已經是自帶線 這個尿袋買了之後我真的非常喜歡 梳筒眼的水 Hand cream 除口氣珠 兩包我最近吃的護膚品 大家可以看到就算我放了這麼多東西 還可以放多一些鎖匙、車匙、垃圾的東西都沒問題 所以這個容量真的超感人 可以帶到這麼多東西外出 而且為什麼我這麼經常用它 就是很多粉紅色的手袋都會太pink 或者一看起來就很少女 但這粉紅色是我自己千挑細選選出來 帶給人感覺是少少女得來 但又有少少少成熟 就很適合我這些 有少少年紀的少女去用 我剛剛也有提到這兩包 就是我吃的護膚品 我相信大家都會很好奇 哪裏吃得的護膚品呢 它就可以做到防曬和護膚 幫你美白去印去斑 大家是否以為秋冬太陽沒那麼慢 就不需要做美白和防曬呢 事實是完全相反 秋冬天才是美白保濕的好時機 因為這個季節 身體的黑色素會進入優眠狀態 如果不積極對抗抗和黑色素的話 它們就會慢慢沉澱下來 色素就會不知不覺地加深 加上秋冬天那種柔弱的光線 會令你不以為紫外線不嚴重 但其實只要每天照射15分鐘 就會令你的皮膚缺水出現乾紋 所以近這幾個月開始 我都會做足防曬準備 而最近就吃了這隻 草基的抑菌之白潤 是能吃的防曬 因為它可以由內至外保護皮膚 阻止黑色素形成之餘 還可以美白去斑 裡面有一個很有效的成分 來自於意大利的西西利血產 裡面的高濃度花青素 有超強的抗氧化功效 有曬數據和真人實測 證明用9天就可以去斑美白 有效益抑制黑色素 和改善皮膚暗啞 最重要是它令皮膚有防禦機制 在變黑之前就阻擋了 最容易令曬黑和起色斑的UVB 把紫外線對皮膚的傷害減到最低 而且這個成分對美白去斑去印也很有效 因為它可以植入深層皮膚 全方位擊退黑色素 深層色斑 最頑固的雀斑 曬斑甚至是賀爾蒙斑 它都可以做得到 我留意過我真的吃了9天左右 已經看到臉上的印明顯淡了 所以我現在每天都會吃這隻 益菌之白潤 我可以由內至外保護皮膚 面受紫外線的傷害 保持皮膚水潤和白滑 它吃的方法是很簡單超方便 它只需要這樣撕開 倒進口裡 它吃的時候是一股很天然的桃香味 甜甜的一點都沒有腥味 而且我最喜歡它就是有獨立包裝 帶出街很方便 我最近都經常去一些室外的地方 所以我出不口前都會兇徒吃兩包打底 令它吸收得好一點 還有打好防曬底才出街 一次就吃兩包 然後晚上回來臨睡前再多吃兩包 去一些深層色斑和避免黑色素沉墊 它除了吃得的防曬之外 還可以改善皮膚的代謝和水潤度 除了有勢勢力去撐這個有效成分之外 還有連日本國內都很熱的美肌菌 乳酸菌H61 和分子量極小的膠原蛋白 只要30分鐘就可以快速吸收 增強皮膚的屏障和激活蛋白 令到我們不知覺流失的膠原蛋白 自我收貨皮膚繼續飲飽吸收營養 最近我每天都有食粥一菌之白潤來保護皮膚 發覺真的比我之前沒吃它的時候 皮膚好很多 就算是這幾天天去戶外的地方也好 我的皮膚都保持水潤又光澤 曬了這麼多天都沒有出道班 以前都會做非常勤勵護膚 但皮膚也是會膚色不均 自從吃了一隻一菌之白潤之後 抖印淡了很多 連我手腳的鬼滑位都沒有之前那麼黑 至於我為什麼會選擇它的原因 是因為我看到很多類似的產品 功效都很單一 而這隻一包就有齊曬防曬 美白保濕三大功效 因為平時拿出外要沖水真的很麻煩 它不用沖水就這樣拍入口就OK 真的超方便 美白保濕這件事真的不可以靠外在 用內外夾攻皮膚才能保持得好 我還留意到它全部的成份 都是來自於日本和意大利 有信心保證和沒有副作用 我自己已經吃了兩盒 一包也有齊曬防曬美白保濕三樣功效 真心推薦大家來試試 現在用我這個QPON還可以在亞外減20元 10,000多元可以買 大家有興趣的話快點去看看 這兩款手多是我在IGPO的story時引起迴響 我猜不到這個小眾品牌有這麼多人認識 而且很多人都對它有興趣 它是來自於韓國的小眾品牌 它的價錢也很親民 但有一點要提醒大家 在韓國官網的價錢很划算 1,000元也不用 但如果你是去國際官網 它的價錢不知為何要貴2,300元 這兩個手袋是同款 但不同尺寸和質地都不同 首先說這個消費袋 因為近年真的很流行這種裝不下東西的廢袋 但我自己就真的接受不到用萬多二萬元 甚至更貴的價錢去買一個手機都裝不下的袋 所以我一直都在密室一些便宜品牌的mini bag 我就剛好看到這個品牌 我記得它是特別版的 鏡皮和淺粉色 現在應該沒得賣了 但它也有很多不同顏色 我覺得大家去韓國旅行的話真的要去看看 然後它的容量真的很貴時小 就是這樣 大過我手掌一點 它只放到卡扣、唇膏、鎖匙等零零碎碎的東西 可能你放過粉餅進去也OK的 但如果你想放多一點化妝品 它也不放不下 雖然它放不到那麼多東西 但它真的很可愛 我一般都會當它是斜背袋這樣用 但如果大家不喜歡的話 其實這條袋是可以拆出來的 小粒的人這樣手玩 或者小朋友這樣當手袋外出外 其實也很可愛 這個真的純粹是裝可愛 裝不到什麼 這些小袋真的要買這麼有趣的顏色才開心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 small size 我記得它也有再大一點的size 是牛仔的質地 有淺藍色和深藍色 今年也很流行牛仔質地的袋 我看到很多brand都有推出 它裡面也是有條帶的 可以當是斜背 側背 這樣用 你不喜歡也可以拆掉條帶 它當這個手腕袋也不錯 而且你不要看它小小粒 它是好裝得 它這個容量真的沒什麼好說 一般外出的東西都可以裝到進去 不過好像我的把長一點的縮骨 它就放不了進去 而且因為它比較闊身一點 而且它也有一點彈性 你可以撐大一點 對我來說容量真的很夠 其實老實說我買的這兩款 都是比較不容易打理的質地 但我覺得這麼便宜的價錢 就算弄髒了也不心痛 By the way 我覺得一樣很無聊 但我覺得有多搞笑的東西 就是這個袋子 是可以塞到我這個mini bag 收納的時候比較方便 或者你去旅行 袋中袋放在行李箱裡 就可以省一點位置 然後這個袋子 我買的時候有點猶豫 但買了之後回來 很後悔 很喜歡 還有我投資的時候 也有很多人問我 可不可以拍這個review片 就是這個Charles & Keith的toe bag 沒有叫做最小的size 它還有一個大一點的 其實它這個設計也玩了很多貴 但是它這次出了一個最新的米白色 還有出了這麼小的size 它就可以這樣手抽手玩 也有附送兩條帶 一條就是比較幼的皮帶 另外還有跟一條布的粗身帶 近年都很流行這種粗的布帶 背上身就會比較casual 但我一般都不是很喜歡用這個帶 因為我覺得這個袋子 真的拿上手是最漂亮的 背上身就會失去它本身的味道 然後它這個袋子沒有拉電 做了一個隱形磁石溝 雖然我覺得這個設計很漂亮 但後來才發現 其實放得多東西的時候 它會扣不買 然後它裡面的容量 一看就知道是超大容量 而且也有兩個暗格 有時候男人就不喜歡拿袋外出外 就很喜歡把錢包和電話放在我們的袋子裡 這個袋子就可以完美地安裝你自己的東西 加上你男朋友的所有家產家當 放進去都沒有問題 不過如果你放得多東西 上面的扣就扣不買 如果你很介意的話 就不要選這個袋子 而且我覺得它應該連iPad都能裝到 上班上學都很實用 不過它有一個小小缺點 對於某部分人的限定缺點 而我就是其中一個受害者 好像我這些出得比較多汗 或是手很容易出手汗的人 用它就有點嚴重 因為手柄大部分的質地都是薄 所以它有一點吸汗 有一點點髒 而且我都長期使用有機會變禍 Anyways 都是無減我對它的愛 OK Next one 就是這個 這個小背囊也是一個韓國的小眾品牌 它也有很多不同的袋子都很漂亮的 但我最後就選了這個背囊仔 因為我真的不喜歡很大的袋子 但這個是很適中 方式你看起來好像小小粒 但是它裡面真的是一個黑洞 它就是這裡有一個扣 向上踢就可以打開 而且它也有一點高度 它是可以放在夜飲 所以這個容量真的不能享受 去旅行的時候真心超方便 而且這個袋除了容量方面很棒之外 有很多細節位置我都很喜歡 它後面這裡有一條拉鍊 一開始我就以為是一個暗格 但後來才發現 其實它是另一個通往的袋子裡面的入口 背囊仔的時候拿東西不太方便 你伸手進去拉開鍊 就可以拿到裡面的東西 這個也挺方便的一個小設計 而且我最喜歡就是它這條背帶 因為它有兩個背法 首先就是一般背囊這樣背 然後其次呢 可以把兩條帶扣在一起 這樣單肩背 我自己最喜歡的背法就是單肩背 因為我覺得這樣是有安全感一點 而且拿東西方便很多 最後一個就是這個 平平無奇的UNICO袋 我相信今年這個袋子也是很流行 而且真的很多brand都有出這個腰果形的袋 其實一開始覺得它不太漂亮 因為我一般喜歡這種斜背部袋 但我當時去日本的時候 發現日本的UNICO是可以自己設計刺繡上去的 另外還有一些貓貓狗狗的刺繡真的很漂亮 我完全是為了一個圖案而買 但我買回來之後就發現它真的很實用 它真的很輕 我現在裡面已經裝了少許東西 但拿上手也好像沒有拿東西 它比起我剛才介紹的任何一個袋子都要輕很多 所以你外出的時候 你如果帶得不多東西的話 是完全零負擔的 如果你是要出城日街 或者你去行山等等 這個袋子就會輕鬆很多 而且它這個容量也是超級大 大家都看得出它不是一個很小的袋子 而且因為它是布袋的關係 所以它濕爆濕滿都沒有問題 大瓶少許的水都可以放進去 買了它之後終於明白到 為什麼人們這麼喜歡用這個袋子 而且我記得它現在好像出了一款新的 是一個皮的款 GU都有的 如果大家不喜歡這個質地的話 也可以去找皮的款 而且皮就更加配秋冬 但如果大家想弄次壽的話 就一定要去日本才有 香港是沒得弄的 大家去旅行一定要去UNICO看看 好了 介紹完這麼多袋子 大家最喜歡哪一款呢 大家留言告訴我 你覺得最有興趣的是哪一款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還有記得訂閱和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